文化博物館預計明年7月開館 北京故宮會借出900多件文物 包括過百件一級展品 北京故宮成交給政府商業機構的清單有910件 數量比我們之前的800件多 這900多件展品都在我們開幕的9個展覽展出 裏面都涵覆了北京故宮所有重要門禮的展品 其中一級品的佔個比例很高 大約有166件 這次可以說是這次9、8件的文物 離開北京故宮單一到一個外邊展出 可以說是他們1925年開館以來從來沒試過 吳志華期望有關文物 可以在下個月完成審批工作 明年5月可以運抵香港 又希望開館後 三地故宮博物館展開合作 又說香港故宮博物館工程進度良好 展廳正是進行裝修工程 票價稍後會提交董事局